Hello,大家好,我是Summer,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认识和学习一下暖气炉或者是空调的温控器 在北美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朋友都知道,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温度控制器 咱们可以随时的启动暖气炉和空调,而且还可以随意的调整设定室内的温度 它就好比人的大脑负责指挥暖气炉和空调的启动、运转和停止 在工作中我就发现,有一部分客户家的暖气炉或者是空调的故障呢 就是因为不够了解温控器造成的 而这些有关温控器操作的小故障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动动手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从三个方面一起来认识一下温控器 一、常见的温控器种类 二、温控器基本功能的设置和使用 三、温控器故障的简单诊断 今天的内容比较的丰满,而且非常的实用和重要 我相信看完今天的视频,大家一定又能掌握不止一个故障排除的小技能 好,首先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各式各样的温控器 那温控器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温度控制器 我们把它简称为温控器 如果是英文的话呢,叫做thermostat 那么从外观和功能上来看啊,它有很多的种类 比如说大家看这一款圆形的温控器 还有这一款长方形的温控器 那长成这样子的,大家一看就能够感觉到 哎,它相对的来讲呢,有点老旧 那么这两款啊,都属于水银控制的比较老式的模拟温控器 截止到今天啊,这些温控器的使用基本上已经逐渐的退出了 那么还有一些长年不做升级的老房子 还有商业的建筑当中,偶尔还可以看得到 那么再后来呢,比较常见的,大家看就是这一款 我们把它叫做数字温控器,叫digital thermostat 那么它呢,属于比较简单,容易操作的型号 但是呢,功能也相对的比较简单 随着科技的发展,温控器也更加的科技化 出现了叫做编程温控器 我们英文呢,叫做programble thermostat 那么这一类的温控器呢,可以进行简单的编程了 常见的功能就是可以根据时间段来设定不同的温度 比如说,周一到周五上班的时间 家里没有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设定稍微低的温度来节能 周末和下班的时间,家人都回来了 我们可以设定相对高的温度,比较舒适 那么晚上熟睡的期间呢 我们又可以设定一个相对低的温度等等 但是呢,这种温控器如果操作不熟练 很容易造成暖气炉的运转不正常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自己不能够熟练的阅读说明书和操作的朋友呢 我们就不建议使用这一类温控器 尤其是家里面有出租物业的朋友 我建议大家要么给这个房子安装最简单款的数字温控器 要么就安装一个智能温控器 这样呢,您可以远程遥控 好,那么可编程温控器啊 再往后发展的科技型的温控器 我们都统称为智能温控器 英文叫做smart thermostat 或者叫做智能恒温器 那么它也有很多的品种 目前来说,这种智能的温控器 它可以做到不仅能够调节温度 而且呢,在显示屏上还可以显示室内的湿度 室外的温度 可以自我学习 根据家里人的生活习惯 自动的调节温度 可以提供邮件故障提醒的功能 那么可以通过匹配感应器 来解决两层楼的房子上面 二楼冬冷下热的问题等等 所以智能温控器越来越普及了 那么关于智能温控器的使用 我们之后将会专门做一期视频 跟大家探讨 今天我们主要是来学习一下 温控器的基本功能的使用 和如何从温控器的角度 进行可以自查的故障诊断 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些温控器 如果大家仔细的看一下这些温控器 就会发现不论是哪一款都会有两组基本的按键组合 那么分别我们把它叫做工作的模式选择和风扇的模式选择 我们现在就以这一款最简单的数字温控器为例 那么左边的一组有三个选择 heat off和cool 很显然冬天我们要选择制热heat 夏天我们选择制冷cool 那么如果在春秋季节既不需要暖气 也不需要空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温控器设定为系统关闭 也就是off的状态 当然了有一些信心的朋友可能也会发现 有的特别老的暖气炉 或者是车库的温控器呢 只有heat和off两个选择 那么关于这一组控制的使用 其实很简单 无外乎就是根据冬天是heat 夏天是酷 那么不是冬天也不是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off上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在工作当中也曾经的遇到过 刚刚从国内过来的加拿大客户 那么他们打电话过来说 哎呀家里的暖气炉坏了 一点暖气也没有了 那么我们在帮他 在电话里进行初步诊断的时候 我就发现温控器呢 压根就没有打在炙热的模式上 有的客户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家里的温控器安装在哪里 所以如果视频前有刚刚来到加拿大生活的朋友 希望看完这期视频以后啊 可以对您有所帮助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右边的这一组风扇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写着fan F-A-N 这是风扇 那么一般来说呢 它只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on 一个是auto 也就是说 它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是在启动 要么是在自动的模式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大家选择了on的模式 意思就是说 暖气炉里面的吹风马达会一直保持在工作的状态 那么室内的空气呢 就一直处在内部循环的状态 这种情况呀 大多出现在一些西人的家庭 那么家里面呢 因为房子相对来讲比较老 没有安装换新风系统的情况下 很多西人客户呢 他喜欢把饭放在on上 这样呢 室内的空气可以一直处在一个循环的状态 那么如果选择了auto模式 那么风扇呢 就只有在暖气炉或者空调启动的时候才工作 所以当空调和暖气休息的时候 风扇也是休息的 那么这样做的主要的目的啊 是可以达到一定的节能目的 那么所以啊 很多客户打电话来咨询的时候 经常会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冬天啊 我发现我们家的暖气炉 有的时候吹出来的风是热的 有的时候吹出来的就是凉的呢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一般都会提醒客户 说你先去看看 你的温控器上面的风扇模式 是不是被设置成了on 那么如果大家不想让它一直吹一直吹的话呢 哎 就可以把它调整到auto就完美的解决了 但是啊 有一种情况除外啊 什么情况呢 就是新房子 那么他在建造新房子的时候呢 现在基本上都会安装换新风系统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hrv 那么这时候啊 暖气炉的风扇也有可能会由新风系统来控制 那这种情况下呢 哎就比较复杂一些 如果出现问题 我建议大家还是找专业的人员过去解决 好 那么以上啊 两个设定都选好了 我们下面就可以开始调整温度和设置温度了 那么通常来说呀 温控器上面会有两个数字 大家可以从这款温控器上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一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室内温度 一个数字代表的是你想设定的温度 也就是你想它达到的温度 那么怎么觉得区别哪一个是室内温度 哪一个是设定温度呢 这个小问题我要留给大家啊 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 那么我们设定温度也好 还是室内温度也好 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 下面我要说的内容虽然很简单 但是很重要 我想看完之后啊 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的很多很多的疑问 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惑 首先啊 如果说你温控器上面的显示室内温度 等于设定温度 这就说明您家里的暖气炉 或者是空调运转是正常的 大家记得啊 室内温度等于设定温度 这是检验家里面的空调 或者是暖气设备 是否工作正常的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办法 有的客户呢 曾经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 说我家里呀 怎么设置的温度已经很高了 但我还是觉得冷啊 我们家的暖气炉是不是坏掉了 你们要不要来看一看 那么有的客户呢 会说哎呀 怎么感觉这个暖气炉工作不太正常啊 一会冷一会热的 等等等等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通常也会问大家一句说 请您检查一下你们家的温控器 看一下上面的两个数字 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是 那就说明您家里的暖气炉呢 是正常的 你完全不用担心 那么至于为什么会出现上面您说的问题 那就要从其他的方面找原因了 但至少您可以觉得啊 安心的是哎 肯定不是家里的设备坏了 暖气炉啊 或者空调设备坏了 好 这是第一点啊 大家记得 如果说温控器上面的室内温度 跟设定温度一模一样 这就是判断家里面暖气炉和空调属于正常工作状态的最简单的一个标准 那么第二个问题 那么如果冬天室内的温度低于了设定温度 暖气炉就会启动 夏天呢 则是如果室内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 空调就会启动 那么反过来 即便是我们不关闭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的温控器上面不把它推在off的状态 暖气或者是空调也不会启动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大家看右边的这个图片当中显示的 现在呢是处在炙热的模式下 我们设定的温度是68华氏度 而室内的温度已经70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您设定的温度低于了室内温度 那么暖气炉自然是不会工作的 所以啊 冬天过后 在我们既不需要暖气 也不需要空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有以下的几种选择 第一个就是关闭暖气炉的总开关 也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视频当中讲过的 Furnace Switch 但是啊 这种情况呢 通常来讲很容易造成遗忘 等到我冬天或夏天需要用空调或暖气的时候呢 哎 我忘了 我曾经把这个开关关掉了 结果呢 哎 就觉得啊 是不是我的设备坏了 一个电话打过去上门维修 啊 结果呢 后来发现哎呀 这个钱白花了 所以说呢 这一个选择呢 我们通常是不建议的啊 那么第二个选择 那么第二个选择就是在温控器上 我们可以把系统调整为off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的暖气炉也好 还是你的空调也好 它都不会再进行工作了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懒人的做法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啊 在温控器上面啊 设置好期望的温度 让设备自己根据室内温度的变化自行决定开关 尤其是现在的智能温控器 我们都不需要选择制冷还是制热 它完全可以根据我们设定的温度 自动的控制和自动的调节 那么这个呢 通常也是我们家现在做的选择 比较懒 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在维修当中啊 经常遇到的 而这个问题呢 则是大家可以自己在呼叫专业的服务之前 自己先检查的 那就是检查温控器的电池 那么有一些温控器的电源 是直接连接在暖气炉的电路系统上的 但是有一些呢 则是通过电池来支撑的 所以当大家意识到 哎 家里面暖气炉可能有故障的时候 除了我们之前讲过的 可以先去检查检查过滤网 检查检查暖气炉的电源开关 有没有被不小心关掉之外呢 大家还需要去检查一下 温控器设置的是不是对 第二温控器是不是有电 那么通常来说呀 温控器电量低的时候 它就不能够正常的去指挥暖气或者是空调工作了 那么在数字温控器以上的类型 也就是数字温控器 编程温控器 还有我们讲的智能温控器 这几类通常来讲呢 在这个面板上面都会有闪动的报警 那么显示电量低 但是呢 这种闪动很容易被忽略 或者说有的人呢 根本就看不懂它的提示 甚至很多朋友呢 他就不知道我们需要去检查温控器的电池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的这张图 往往提示呢 并不是一个完整的low battery 或者叫battery load这样的一个字样 而是呢 它会显示一种缩写 或者是只显示一半 那么其实啊 如果说面板上的字样显示的只是一半 就是你一看就不是很完整这个字 那么它就说明 已经温控器啊 开始缺电的表现了 那么更有甚至呢 显示器是直接黑屏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可以直接判断 不管你的暖气炉有没有故状 首先它的大脑 这个控制暖气炉的这个大脑 也就是温控器 是肯定是有问题了 我们首先啊 就要进行电池的更换 那么换完电池之后 我们再继续往下排查 所以呢 如果说温控器的电量耗光了 指挥暖气炉和空调工作的电脑缺电了 那么自然的也就不能够正确的指挥暖气炉和空调工作了 那么至于如何的进行更换温控器的电池 我们啊也会专门的出一期视频 现场跟大家做展示 手把手的教大家 好这里是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如果您觉得可以从我们的视频中受益 请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订阅和点击下方的小铃铛 这样呢才可以不错过我们的每一期更新和精彩 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探讨的温控器就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 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